警棍插在排气管内 而且还一根通道底 远警认定骑士违规开出红单 这张罚单不便宜是6000元 违规事实写着 擅自变更车体规格 括号拆除消音器 张先生不服气 一般检测机车有无噪音都会像这样 由环保局提供机器 确认机车发出的分贝有无超过标准 声音是用听的 张先生质疑 一根警棍为何能够检测排气管噪音 似乎有些原厂也可以直接通到里面 就觉得这样子有点夸张 缺乏专业性判断 而且罚单上写的 明明是变更车体规格 依据道交处罚条例 排气管擅自增减变更规格 违法第16条第二项 除以900到1800元 但张先生被开的第43条第5项 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要罚6000至2万4 罚还就差了至少6倍 以一种我们民众不会去检举的心态而去开 明明就应该开第16条 为什么要过于开43条 我们是有规定是可以用警棍去辅佐 装设消音器的排气管 是没有办法以警棍伸缩 直接到达底部 插入到达底部的 警方解释 拆除消音器的合法与否 不一定要由环保局陪同 因此对于张先生 排气管音量过大 他们罚的是拆除消音器 而非制造噪音 所以不需要由专业仪器检测 现在张先生提出申诉 要捍卫自己权益 希望能够撤销罚单 董事宣言 叶恩生 肖光智江小慧 在台中采访报导 robe礼不合理 这是在台中采访报导 找人机会 叶恩生 刘永生 不知不敬 是在台中采访报导